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男孩出生自带摄像机的语言故事 随着母亲的一声尖叫,大龙出生了 可他的出生却令人十分吃惊 因为大龙的脑袋竟然是一架摄像机 但是母亲依旧十分爱护大龙 毕竟那是他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骨肉 往后的日子,母亲每天在大龙的头部放入一个空白的录像袋 以便更好地观察他的动态 不久,家里就摆满了他的记忆 一转眼,他到了上学的年纪 大龙因为怪异的相貌被同学们嘲笑打骂 这一切都被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母亲发现后十分生气 他带着证据找到校长 就这样欺负大龙的同学乖乖认罪 此后,大龙所在的学校再也没有了校园暴力 可他还是很孤单 直到这一天,他遇到了辫子妹 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发展了亲密关系 可在关键时刻辫子妹反悔了 因为他无法接受自己的一切被人拍下来 就此,两人分道扬镳 伤心失落的大龙在街上游走 一抬头,却发现了自带马赛克的女孩小美 就这样,两人坠入了爱河 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这天,大龙被一档节目的制作人邀约去做主持人 前提是,将她的生活全部暴露在电视机前 起初,大龙和小美是拒绝的 当制作人拿出金钱诱惑时 大龙同意了 就这样,她一炮而哄 可慢慢的,观众痴迷于她的节目无法自拔 忘记了自己的生活 看着这一切,大龙很是失望 更让她伤心的是 小美也沉迷到她的世界中去了 为了挽救这一切 大龙拿起电视机砸向了自己 就此,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个摄像机男孩 所有人的生活也回归正常了 只有小美记的大龙曾经来过 我们总在探秘别人的秘密 却忘了身边的那份爱 最后有个不成熟的建议 各位看完点个赞再走呗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